朱婷,女,中国著名女子排球运动员,1994年11月29日出生于河南省州口市丹城县,毕业于郑州大学体育学院,身高198厘米,体重75千克,私职主攻位置。 2007年,13岁的朱婷进入州口市体校,2008年,朱婷被选入河南省体校学习排球,2013年,从代表国清市警赛夺冠并荣英MVP之后,首次入选国家队,在世界女排大奖赛阿尔门战上一战成名,我了解朱婷是在2013年的市青赛上,19岁的朱婷带领国清女排八战全胜,创记录以布什一局战绩,时隔18年。 重夺是青赛冠军,朱婷荣英最佳得分,最佳扣球,以及MVP三项大奖,赛后,更被国际排联官网史无前例的盛赞朱婷是超级球星,不可思议的力量,这个时候开始,她走上了巨星之路,成为了中国的骄傲,2015年女排世界杯,中国对战胜的日本,中国女排,九个十一年之为在获冠军, 整个世界杯,朱婷扣球拿下113分,来往得到25分,发球拿下3分,总共贡献了141分,成为中国队的得分王,也首次获得三大赛,世界杯,世锦赛,二运会,MVP称号。 那个时候,朱婷已经显露出了霸气,也确定了女排核心的地位,天才也有泪的时候,5月份在上海举行的全运会,河南队并没有取得通往全运会的名额,所以在副加赛上,他们很努力,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。 但没有想到,国际女排第一球星朱婷,因为高反晕倒了,这一下也引起了人们,对于是否适用过渡朱婷产生了讨论,套开其他的因素。 光说比赛量,套运会之后,朱婷的比赛量是日益剧增,虽然说比赛多了,经验也多,但是比赛多带来伤病,还有劳累更加多,虽然没有官方给出多少数据,套运会朱婷参加了多少场正式比赛,但绝对不会少于50个数字。 从土耳其联赛,杯赛,再到澳洲冠军联赛,再到全运会,朱婷的疼苦只有他知道,到了7月又会国家队比赛,说多了都是累。 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女排的命运和世界女排的格局,因为没有朱婷,2016年奥运会冠军至少没有了,也就没有后来的全中国女排热,更谈不上现在的改革。 全世界排球人都知道,南岛不止在采访中一两次说道,我们球队就是以朱婷为核心的,他就是解决问题的人,又在土耳其打球一年,震惊世界,他的出现起到的作用,不言而喻在成就自己的同时,也成就了一些教练和球员,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,也包括了一些外国教练和球员。